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新城乡每年办理的丰年祭典全部停办 但是疫情警戒降为二级之际 新城乡各部落则是采用了 小规模的祭天祈福祭祖的方式来办理 同时也祈求花园合祭能够平安顺利 114年度新城乡几个部落祭天祈福祭祖活动 29号开始登场 一早则是在与新城乡原住民文物馆扩大办理 在南合理台表示 天玉云新丑年110年8月29号 农历7月22号集时 新城乡原住民主祭天祈福祭祖一事 又向南合理台及各部落头目 部落事务组长代表会代表 以及部落族人首举酒杯 沈新城义在此尽天祈地 尽祝祢祈求风调雨顺 世纪平安 世福各族群而进行传统文化祭品 包括了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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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新城鄉公所 今天新城鄉公所 特別來舉辦在豐年季之前 來告雲我們所有的 新城鄉原住民的列祖列宗 在這一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各族群所有的活動舉辦 生命第一 健康第一 特別利用這個機會 來去告我們所有的祖林 所有的活動一切停止 也希望我們的祖林能夠 來體諒這一次我們所有的活動的停辦 告訴我們的祖林 希望祖林能夠保佑 我們所有的祖人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而且疫情快快離開 我們新城鄉這一次的疫情管制 一切重演 所以獲得我們所有的祖長 頭目各族群的知識 所有以我們祖人的健康為第一 希望我們的祖林能夠保佑 我們所有的祖人一切順利平安 一百十年度因為部落受到疫情的影響 部落佛林去全面停辦 為了感謝天地神靈及祖先 給予各族群的護佑 以及封衣祖師平安幸福 更祈祐鄉親族人們 免受因疫情帶來的困擾 能夠平安順利 事業有成和家平安 持續傳承給予年輕人一輩族人 對於自身文化維持傳承以及宣揚的使命感 祖會忽悠心臣相陣亨通 相信祖人們與在場每位參與的伙伙們 能夠身體健康 試試平安 吉利雄請教導